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喜欢我们这一集的节目 也请帮我们按赞 今天要来讨论的是 我们的国防部长邱国正 他在5日投书了华尔街日报 他说台湾不会向中国投降 而且强调国军决心为台湾全体人民的安全与福祉 以及国家生存与繁荣而战 哇看到这一篇报导真的会觉得 真的还好台湾现在是他当国防部长 热血沸腾 对热血沸腾了 因为你会知道说 在台湾现在就是共军一直来扰台 然后中共又说要来武统的这个情况下 我们的国防部长告诉我们 我们不会向中国投降的 对不对 我们会努力的捍卫我们的国土 这个邱国正以前是国军的高精教理 我们另外一个国军的高精教理 也说过一个让人热血沸腾的事情 热血沸腾 我们这个夏淫州 夏淫州 他曾经当过空军副总指令 当过国防大学的校长 然后他退役之后 2012年吧 在西安参加了一个会议 那个主持人就说夏淫州是他好朋友 然后上去讲话 夏淫州就讲说解奉军跟国军 为了中华民族的统一 目标是完全一致的 他也好像很明确讲过 国军跟共军都是同一个军队 夏淫州讲这个话 也引起这个主持人热血沸腾 热血沸腾 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 邱国正讲这个话 他是5号 5号 这个就这个月5号 投书《华尔街日报》 我认为他基本上是在回应 《华尔街日报》 在上个月25号发表的一篇报导 这个报导的主持 就是说台湾的陷遇 跟后备军力不足 士气低落 难以成功抵御 中国解放军的攻击 我认为他的这个投书 基本上就是回应这个报导 是 怎么讲呢 从某一个程度的角色 纠正这个报导 他的题目叫 台湾 won't capitulate to China 他用这个词 我觉得很有意思 他不是用surrender 一般人讲投降都是讲surrender 他用这个词 C-A-P-I-T-U-L-A-T-E 这个词的确实用语 他跟surrender的这个差别 其实很细微 但是很微妙 这个词的用意 就是说在有条件的情况下 屈服于对方 所谓有条件情况下 就是说对方开出条件 你来屈服于他 那所以我认为 邱国正这个投书 除了回应25号的这篇 华尔街的报导之外 他也同时在回应 这部分就是我猜测的 因为时间靠得太近 他同时在回应 美国国防部3日公布的 中国军力报告 这个报告里面怎么讲呢 就是解放军全面推动 军事现代化 目标在2027年 具备在印太地区 有与美军抗衡的能力 有了这个能力之后 他就会迫使台湾领导层 依照北京的条件进行谈判 所以我个人认为邱国正 也有回应这一部分的 意图在里面 意识在里面 为什么呢 这里面就是很明确的词 指出北京这个中国大陆 这个武力很强大之后 他就要迫使台湾的领导层 按照他所开出的条件 来进行谈判 那我们刚才提到这个词 就是开出条件来 要你屈服 有条件的这个屈服 所以一般在 报导这个新闻的时候 这个标题都是说台湾不会向中国投降 那我是觉得可能用屈服 这个词还会更好一点 那总之这里面这个差别是很细微的 我刚才讲出来就是说这个细微的这个微妙的地方在哪里 那再怎么样讲这个整个重点还是在邱国正 他这篇投书的内容 我觉得他这篇投书写得很好 我们在好几个节目里面都夸奖过邱国正 他毕竟是一个有担当的军人 那么他在这里面 其实邱国正这整个 这个投书里面 讲得很实在 他并没有隐晦 台湾军力确实不如中国大陆 对 他并没有隐晦 他说和平没有办法保证 我练给大家听 我觉得写得很好 和平没有办法保证会永远持续 残酷的现实是台湾在资源 人力跟军事技术上都无法与中国抗衡 在这场与巨人之间的战斗 台湾正在力挽狂澜 中国希望能够迅速拉下台湾 不让第三方有机会介入 国军正在制定对策 要利用台海天然的屏障 制造缓冲区 进行非对称的防御战略 台湾也增加国防支出 建立机动远程 已精确打击的能力 目前正在开发的武器系统 将有助于台湾建构多层次 多领域的军力 这个就是我认为 邱国正作为一个台湾军方的领导人 国防部长 他很务实的一方面 不错 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也讲过 中国军力确实比我们强 这个是无庸会言的 而且他会越来越强 而且他是趁台湾误以为 他不会再攻打台湾 对 这么长一段时间 十几年以来一直在那边 加强打击台湾的武力 台湾误信了 对啊 以为说我们只要跟中国示好 然后中国就不会来打我们 殊不知他们的军力发展 日经月异 所以邱国正讲的这一段话 基本上跟我们在 这么长一段时间里面 在节目里面讲两岸之间的问题 是一致的 是一致的 我很自豪 我也有这个认识 我们在节目里面也是承认 台湾的军力确实不如中国 这也是为什么台湾要发展不对称的战力 就是邱国正讲的 进行非对称的防御作战 利用台海 我们讲过 中国要不同台湾 我们甚至于讲过 台湾假定是香港一样 跟中国有土地的连结 我建议投降也不要打了 真的 很难抵挡 不要说他的两百万大军 他就派十四亿的平民走路过来好了 挤都把他挤到海里面去了 是不是 但是台湾不一样 有个台湾海峡在那边 邱国正也提到 要这个天然的屏障 而且要利用这个天然的屏障 制造缓冲区 进行非对称的战略 这个我们节目里面 不晓得讲了多少遍了 也正是因为这样子 我们才说 中国目前还没有能力 拿下台湾 也不晓得讲了多少遍了 是 我们这边 这个节目有很多观众 有的时候 就好像挑战我 对 说好像我在那边打嘴炮 说中国没有能力 可以拿下来台湾 我们讲了很多次了 你有兴趣你自己回去看 我不想再重复 讲了很多次了 中国目前就是没有这个能力 嗯 其实 邱国正也讲了 中国目前没有这个能力 嗯哼 今天还是 昨天 是 他在立法院 因为邱国正最近都到立法院去报告 嗯嗯 那有记者会堵麦 会堵他问这些事情 就是问最近 因为最近谈到这个 台海两岸的问题的新闻特别多 对 包括刚才那个美国的国防部军进报告 对 国防部这个报告出来 大家都很紧张 对 包括这个 刚才讲的华尔街日报的报导 嗯 那邱国正是怎么讲的 对方的问题 就是根据这个华尔街的这个 这个中国军力报告去问他的 因为讲到2027年嘛 中国已经有这个能力了 所以他逼迫你谈判 嗯 问题显然是说 国军到了2027年 是不是实力能够抗衡中国 邱国正讲 大家注意听 国军目前一直有这个能力 建军备战 就是要让对方发起攻势前多方考量 这个是我们在节目里面 不厌其烦的 不晓得讲到多少遍 中国目前没有这个能力 就是说 邱国正讲的 国军目前一直有这个能力 抗衡中国 为什么一直有这个能力 为什么你实力比别人弱 还有这个能力呢 这就是不对称的战力嘛 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子嘛 对不对 邱国正承认台湾的这个 不管是能力 这个各方面 都不如中国 但是他为什么还可以讲出来这句话 国军目前一直有这个能力 不就这么回事嘛 对不对 对于台湾 又能力反击中国 可能军事侵略的观点 邱国正表示 事实上就是这样子 台澎防卫作战 站在防卫的立场 是要敌人发起攻势前 多重考虑要付出的代价 并核算是否有必要 台海问题 不完全是军事 国军要做的事 就是增加敌人的顾虑 我们也讲过很多次 无数次 任何战争 除了军事之外 还有政治方面的这个问题 台海战争 当然不完全是军事 不完全是军事 你有政治的问题就考量 我们讲过 另外邱国正讲 就是现在这个台海的局势 为什么这么严峻 他讲过说是他从军 40年以来 最严峻的时候 他说了 台海引发全球关注的主因 使中国不断扩大 印太地区军力 解放军在东海与南海的活动 令人不安 中方透过台海 周围灰色地带 侵扰台湾 这个才是问题的所在 我们也都讲了 所以邱国正这个东西 是一篇非常好的投书 澄清了很多事情 也告诉了大家 至少到目前为止 台湾是有人力 吓阻中国 鼓励攻台的 他也说 他是中华民国 也就是台湾的捍卫者 准备反击中国 等一切可能的对策 已经成为国军 日常军事的行动 很多人的观点 认为台湾的军队 不能打仗 是因为现在的军 当兵 只有四个月 这个是事实 当四个月的兵 确实是没有办法打仗 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 也呼吁了好几次 台湾应该恢复 以前的征兵制 两年 陆军两年 海军三年 对 恢复这个制度 但是这个 因为牵涉到 政治人物 选票的问题 可能不是这么容易实现 但是 这两天也有人问到 邱国正这个问题 因为最近 好像是昨天 还前天 有关于后备军人 这个朝起的 已经改了 也延长了 时间也延长了 就有人问说 你这个都延长了 因为这是后备兵力 你这个都延长了 那兵役制度 是不是也应该延长 从四个月延长 邱国正 他有回答 他是说 我们正在 这个 延离这个问题 正在探讨这个问题 那我是比较 持乐观的态度 因为现在 这个台湾的形势 已经变成这个样子 当然有点缓不济机 但是做 总比没有做好 恢复 征兵制 甚至于我们 在节目里面提议 像以色列要全民皆兵 让他也被 未来一点 保家卫国的 责任跟能力 对啊 我觉得女生总是 怎么讲不能说一直的 被当作弱者 因为 战争 假设真的有战争 他不会想说 你是女生我不打你 没有你一样 是要接受这种威胁 所以每个人都有一点 这种防身的能力 是很重要的 而且我觉得 我们最近买了一个弓箭 我前两天叫他试一下 我拉不开那个弓箭 好久一直在前面又掉下去 根本打不到把 太丢脸了我 我这样怎么去上战场 我说那你要不要再练习一下 他说不要 他还要去打仗 我以前军训课 我们军训课女生也有去描那个把 我也是描得不错的好不好 我也是有一点成绩的 描那个把 给我一点时间 给我一点时间 我也可以上战场 有没有描到别人的把 搞不好 结果别人的很准 结果我的都不知道在哪里 怎么讲到这边 对 讲到全民皆兵 就是邱国正有讲说 其实我们从2012年实施募兵制以来 军队的运作是以精英化为走精英化路线 所以是比较提升军人的专业程度 让他们去操作一些比较专业的一些武器 所以他认为这些高素质的军力 可以定期展开作战演习 加强台湾的军力 所以你一直说台湾的军力 其实也没有这么糟 对 对 他是说现在台湾的军员 现在台湾大概是20万部队的军员 虽然义无役 刚才讲了四个月是义无役 义无役 对 并不是专业的军人 并不是专业 对 我们还有另外一批是专业的 现在这个20万军队是增兵来的 这个是职业军人 职业军人的好像是他的服役期限应该是四年 我记得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改成真兵制以后 已经变成精兵的这种制度 因为现在的很多武器是靠人去操作的 你要会去操作这些武器 对 跟以前的作战的方式已经不太一样了 以前跟你拼刺刀 再早一点还用大刀砍 我们也不要再早 最近这个 我的国 你说中印边境的那个军队吗 中印边境还用军队 狼牙棒都出来 石头丢了 那个时代当然过去了 现在就是说操作这些精密的武器 对 说过真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你面对这么强大一个敌人在你对面 我觉得这个兵役制度是有必要去考量的 那我们再回到刚才这个台海战争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台湾是防卫方 这个概念是不太一样的 不错 中国有两百万大军 他加上民兵可能更不止好几倍 应该14亿人口了吧 对不对 那14亿当然不至于了 你说他这个加上民兵 什么这些武装力量啊 搞个上千万的这个部队 应该有 应该有 对 也不是不可能 对 是 问题是你要怎么运到台湾来 关键在这个地方 关键在这个地方 你怎么运 你运来多少 才算数 是 才算数 对不对 这个很现实的问题嘛 这也是为什么邱国正就讲了说是台海 台海一个天外人的屏障 因为你要打台湾你必须要把它运过来 不是这么容易的 对 不是这么容易的 另外邱国正其实也讲了一个还蛮重要的东西 他就是说他国军正在做的另外一件事情 是改革储备战力 全民防卫动员署 将会在2022年元旦成立 就是明年元旦 是 对 很快就要成立了 很快哦 这个单位呢就是协调全国的这个政府各部门 动约人力无力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今年的国庆这个双十庆典上面 有看到计程车是不是 对 计程车 还有什么车 民间的车辆 对 但是那个是防疫车辆啦 对 这个就是一个全国动员的概念 是 也就是邱国正在讲的这个事情 是 就等于说是 已经要准备一个台湾整体的一个防疫的概念 不仅仅是军队而已 对 这个观念是 这是正确的嘛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不是说只有军人可以保卫国家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保卫国家 好了 我要去练剑了 我先去练一下啦 好啦 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我要赶快去练射箭跟那个 那个瞄准枪法 赶快先去练一下 我们家有我们家是有枪的 我们家有裂枪 因为我是原住民 所以大家不要乱来 真的 不是啦 不是啦 我的意思是说 共匪不要乱来 对 共匪不要乱来 我们每个人真的就是全民皆兵 OK 哈哈哈哈 好 今天先聊到这里 谢谢各位收看 各位如果喜欢我们节目 欢迎订阅频道 按赞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在影片上 加第一时间获得通知了 谢谢各位收看 祝各位有美好的一天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 拜拜